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一如往常的一大清早就会开始浇花扫地 然后姐姐们就会开始很忙碌 因为也希望呈现一个最漂亮的状态给大家看得到 当然我的姐妹们也是一大清早来到家里 准备那些props来整兄弟还有新郎 姐妹们穿上我为她们准备的通红连身裙子 还有呢这个充满了喜气跟祝福的喜鹤的耳环 每一个人都有一对的哦 我呢当然也希望保的幸福呢 传送给他们 传染给他们啦 我觉得说当新娘子不简单 一大清早的时候就要起床 你又要让自己的皮肤状态非常的好 又要不水肿 怎么办得到呢 真的是辛苦了每一位新娘啊 当然这一路以来呢 真的是要非常感谢所有的幕后功臣啦 包括了有她化妆师Joey 蔡主儿 那当然呢她最了解大头阿奇最喜欢的东西啦 也很感谢你早上那么的早 然后呢要把一个平凡无奇的脸呢 画得有灵有角 然后呢五官深邃 成为当天最漂亮的新娘子 真的是太大的功臣了 还有他们 Vlooming Art Cinematography 谢谢你们 从沙巴的这个pre wedding shirt到现在呢 都有你们 帮我把马先生拍得那么的好看 大家说我像个仙女一样 太棒了 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的形容词啊 谢谢你们 把我人生当中这么重要的日子 每一个moment拍摄下来 让这一对呢忙得快婚了的新人 之后看回呢 都是充满了回忆和幸福的 说到婚纱呢 应该是每个女孩们梦寐以求的 就是穿上婚纱之后呢 就好像公主一样 那当然我也是一样的 不过呢 我就没有办法carry那种太过奢华 太多bling bling的 反而比较简单的 穿上自己身上呢 自己舒服的来 我也非常的满意 我觉得 嗯 我自己呢 Aki Style这种公主呢 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就说说万众期待的 整兄弟 还有新郎的画面啦 姐妹们跟我呢 可是想了好久 应该怎么玩他们 又不要让他们很肮脏 衣服皱皱 可是又可以为难到他们 过后想到说 这群兄弟这么的爱玩 又很爱踢足球 当然足球的环节 肯定是不能够错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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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看到那些新人 敬查给自己的父母的时候 我都觉得是最感动的 我真的很感谢很感恩 我的爸爸妈妈在这个二十多年来 对于我的养育之恩 虽然有时候呢 我也会觉得他们有一点唠叨 因为很担心 我的生活会过得怎么样 会怕我在外面呢 吃不饱穿不暖 被人欺负 但是每一次看到他们给予我的鼓励 还有看到女儿的小成就 而露出的满意微笑 我都觉得这是让我最骄傲的地方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爸爸妈妈 当然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们 他们总是不顾一切的 给我加油打气 来到了马先生的家 当然呢也要很感谢 我的楼爷来来 谢谢你们造就了这么优秀的马先生 让他不遗余力的爱我 疼我 照顾我 你看我没有变瘦 反而变胖 你就知道我是多么的好吃 好助好招待啦 接下来我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当一个马家的好媳妇 结婚之后相信很多事情都是造就的 只是我们多了一个身份 就是彼此的老公老婆 有很多的家务事一起要分担 有很多的经济部分一起要分担 有很多的烦恼一起要分担 一定会发生一些小争执 但是呢我相信 我们肯定有自己的方法 可以一起熬过解决它 所以马先生 你每一天都可以很甜的睡着 隔天很健全 很安全的醒来的话 请你要告诉自己 每一天你要爱你的太太更多 至于会几时生孩子 会生多少个孩子 嗯在座的每一位 你们就不要再问我了 我相信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很自然的发生 到时候有什么好消息 我都会立马跟你们分享的 因为我坚持 我要把我的幸福传染给每一位 哈哈哈哈 好啦这就是我 大头阿奇跟马先生 10月14号所经历的一切 非常感谢所有参与其中 送上祝福的每一位 在这里跟你们说 我们结婚啦